第二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定 为了惩罚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 同盟国组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桑中为谁而名 第一集同盟国的意志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2003年春天 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本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记 日记的主人是全程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 梅汝敖 这是一本从来没有公开过的日记 在这本没有写完的日记里 梅汝敖描述了发生在57年前 那场审判和那些显为人知的法庭故事 记录了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 思考了许多就是在今天看来 也同样现实而严峻的问题 还有他对亲人的思念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增恨 以及对中国前途的担忧 那是一个中国法官的心路历程 是岁月无法淹没的记忆 1945年春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场接近为生 4月28日 意大利法西斯魁首莫索里尼 在逃跑时落入游击队的伏击圈 食品被递在米兰广场 两天后 纳粹德国的战争狂人希特勒 在柏林总理府地下室自杀身亡 就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 德一日周星国三大元凶 就只剩下了日本军国主义头子 东条英机 三个月后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2日 同盟国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 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随即美军第八军登陆日本 对其实施军事占领 在密苏里号战列舰签字仪式结束后的第九天 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 迈克阿瑟将军 签署了第一号逮捕令 要求立刻逮捕 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三十九名甲鸡战犯 当天下午 三十多名美国县兵 突然包围了东条英机的住所 大批记者早已把东条家 围得水泄不通 盟军总部特勤处的保罗克劳斯中校乘车赶来 不耐烦的命令守在门口的宪兵说 去告诉这狗杂众 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 把这家伙带出来 就在这时 屋里传了一声沉闷的枪声 克劳斯率领县兵冲了进去 只见东条英机倒在椅子上 鲜血已经染红了沉衣 东条英机呢 他是存在这么一种心情 第一吧 可能不会审判他 第二呢 就是说既然审判他 他也不愿意结束 那么他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 因为我们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呢 东条英机他亲自宣布了一个训令 叫做战场训事 也就是说你不能受降 受降了以后嘛 就是一个耻辱 所以呢 就是宁愿自杀 也不能投降对方 但是他本人呢 是个左撇子 那么在打心脏的时候呢 就没瞄的准 瞄的高了一点 没打着心脏 所以呢 自杀未遂 美军宪兵 立即把东条英机送到医院抢救 为了让他活下来 美国士兵主动献血抢救他 作为恶国仅存的世界三大元凶 他必须活着 必须接受公开审判 东条英机没死成 这似乎是天意 若是用自杀来逃避公理与正义的审判 那就太便宜他了 那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 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脱 驻日盟军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的逮捕 再继续战 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人人自危 惶恐不安的境地中 一批被列入逮捕名单的战犯 畏罪自杀 其中包括担任过三任日本首相 发动对中国侵略战争的禁卫文波 前日军参谋总长山山元等人 此刻最为紧张焦虑的 是日本于人天皇 就在皇宫外面 美军逮捕战犯的警笛响成一片 而不远处就是可以俯瞰皇宫的 东京第一生命大楼 如今成了驻日盟军总部 从那里散发出的威严 让于人天皇不寒而栗 盟军抓不抓他 什么时候抓他 同盟国会不会审判他 会不会判处他死刑 这些问题像噩梦一样 缠绕着于人天皇 日本明治宪法曾明确赋予天皇 拥有绝对权力 天皇作为国家元首 总拦统治权 1926年 于人继承皇位 改元昭和 意思是追求和平 但于人天皇统治下的最初19年 却和他的年号背道而驰 在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直到最终覆灭 战争结束后 国际上要求审判 于人天皇的呼声极为高涨 认为女人天皇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必须加以严惩 要不要把女人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成了摆在同盟国和麦克阿瑟面前 一道复杂而微妙的难题 战争期间 所有重大的过策 就是发动战争 对谁 哪个国家宣战 发动战争 战争的准备 战争的执行 战争中间发现的重大 发生重大问题 都要在预前会议上 由天皇批准才能够实施 所以从这点说 天皇是富有不可退卸的责任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他应当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就在盟军对日本实施占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东京第一生命大楼盟军总部 突然来了一个头戴大礼帽 身穿陈里夫的神秘人物 他要求面见迈克阿瑟将军 让迈克阿瑟感到吃惊的事 来人正是日本御人天皇 这是一次极其秘密的会面 一个是威风八面 号领三军的驻日盟军最高统帅 一个是战败投降 颜面扫地的日本御人天皇 他们就这样戏剧性的相逢了 这次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 但具体内容始终没有对外公布 我们唯一可以看到的 是迈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说 玉人天皇的来访意味着他早下神坛 1975年在玉人天皇登基50周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曾有记者重提30年前 他和迈克阿瑟的那次会见都说了些什么 玉人天皇说 当时与迈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 永不透露 玉人天皇和迈克阿瑟到底谈了些什么 他是不是就此如是重负了呢 至今这仍旧是个谜 但从事后的结果看 出于战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 美国政府和迈克阿瑟 在权衡各种利益关系后 制定了对日本天皇的处置方针 作为日本未来的国家框架 允许保留天皇制 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 但在新宪法中 天皇只能是一种象征性存在 日本天皇就此逃过了一劫 但对于日本天皇在发动 和扩大战争的责任问题上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始终没有放弃盘问与追究 日本天皇也时刻提心吊胆 不得安宁 唯恐那一天就会被推上审判台 从1945年9月 第一批甲级战犯被逮捕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盟军最高统权部 连续发出四批逮捕令 认为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 为甲级战犯 这些战犯有的是在家中被捕的 有的是主动带着铺盖卷 来盟军总部自首的 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犯 先是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 最后全部集中到了 东京最大的监狱 朝鸦监狱候审 东条营记的枪商制好后 也被关进朝鸦监狱 朝鸦监狱位于东京都 丰岛区东部 这是一所建造于19世纪的监狱 设备先进 壁垒森严 是日本仿照西方国家建造的 第一所大型西洋式监狱 专门关押政治犯和重刑犯人 就在盟军在日本大规模 逮捕战犯的同时 1945年11月20日 在德国纳粹发源地纽伦堡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 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 拉开序幕 纽伦堡审判 向事件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绝不放过那些 发动侵略战争的罪人 1945年12月16日 苏联 美国 英国 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 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落实日本投降书各主要条款 经过同盟国的多边措声 同意组成由11个国家参加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这是一个国家是 美国 中国 英国 苏联 法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 荷兰 印度 菲律宾 但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理由是什么 可以追溯到1943年11月 这个开罗宣言 1943年11月 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聚运会议 发表了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中间就是规定了 当时在战争结束以后要没收 盟国要没收日本在中国以及太平洋 所掠夺的侵占的领土 同时要规定要对于日本的这种侵略行为 要进行惩罚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国际法律文件 那么记住在1945年7月 也就是二次大战 跟日本的战争 太平洋战争快要接受的前写 这个为了促使日本的投降 就中美英三国发表了著名的布什坦公告 这个布什坦公告中间就规定了 日本投降必须接受的一些条款 也就是条件 中间包括就是要对日本的战犯进行惩罚 1946年1月19日 麦卡瑟签署盟军总部第一号特别通告 下令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宪章共五章十七条 规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任务 组成诉论程序及管辖权等 宪章指出 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三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 破坏和平罪 普通战争罪 违反人道罪 1945年11月 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而组建的盟军国际检察局正式成立 美国人济南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首席检察官 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 约瑟夫济南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 1914年在俄海俄州做开业律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加入美国陆军前往欧洲战场 战后出任俄海俄州州立检察官 美国司法部刑事局局长 11月6日济南一到东京就公开表示 要运用在司法部工作的经验 和日本战犯对峙法庭 制服这帮强盗 在济南带来的38人工作班子中 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经验丰富的职业侦察员 科学家和司法部刑事侦讯专家 由于他的强悍雷厉风情和高压态度 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 魔鬼检察官 在济南的强势推动下 国际检察局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 检察官们做了分工 分担了日本的战争准备 中国满洲事变 日本全面侵华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等 各阶段的起诉工作 检察官开始传讯 关押在朝亚监狱的嫌疑犯和日本各界人士 与此同时 盟军总部向各有关盟国发出催促函 要求各国尽快派出法官 检察官前往东京工作 此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程序 一路箭在弦上 蓄势淡发 而且审判开始的时间越早越好 越快越好 此时已经接近1945年岁末 曾经担任过上海第一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骏 被司法新政部任命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重返上海 向哲骏 1896年生于湖南名乡 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 六年后被选送美国留学 耶路大学毕业后 转读乔治华盛顿大学 回国后从事司法教学和法院工作 就在向哲骏回到上海不久 他突然接到电报 要他准备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新年那天 向哲骏前往培都重庆司法部接受任务 在重庆 他还向政府推荐了他清华大学的学弟 梅汝敖 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梅汝敖 在当时的中国司法界深浮众望 他十二岁考去北京清华学校 后来去美国留学 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书 获法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在山西大学 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 讲授英美法 并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 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1946年1月28日 盟军总部公布了 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十一国法官名单 中国法官梅汝敖 位列其中 由于盟军总部不断催促 向哲骏带着由他亲自挑选的秘书 求绍恒火速赶往东京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 这次审判将非常艰难 由于国民政府准备不足 给后来的审判工作 带来许多麻烦 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高才生 求绍恒 不仅司法业务熟练 而且还能说依靠流利的英语 是上海一家银行的律师 他们乘坐美军C-47大型运输机 抵达日本的时候 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 落满东京后母机场 我记得这天到东京呢 这个雪地上这些很大 这个我记得 是这个一段时间很快 下决定的时候啊 我们也没有准备啊 也不晓得 那个时候南京政府 对这个审判什么是 一无所知 没有什么指示 也没有观察说 你们要带些什么材料 那个时候南京政府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下个我两人呢 根不知道 就这么两人去了 1946年2月7日 向哲郡和邱少恒 移到东京 立刻向国际检察局 递交了中国政府 认定的11人战犯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 位列第一的战犯 是日本清华的间谍投资 土肥原贤二 排在第二的 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 本庄凡 但当时国民政府并不知道 本庄凡 你就自杀了 第三个 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 古寿夫 板原征刺狼 东条英姬 梅金梅智狼 也在名单里 就在向哲郡 与邱少恒 到达东京的九天以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国际检察局 在济南组织下 召开了首次检察会议 中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的检察官 出席了这次会议 济南心情烦躁不安 因为国际检察局 对日本战犯的预审 和搜集犯罪证据的工作 进展得不够顺利 中国检察官 向哲郡所带来的 除了战犯名单以外 没有更多证据 济南清除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犯罪 将是整个东京审判中的重头戏 没有或缺少足够的证据 透过不堪设想 到哪里去寻找证据呢 在日本取证非常难 因为在战争后期 特别日本决定投降的时候 日本消费了大量的罪证 日本的当时陆军省 外务省 这些主要的政策部门 把能够烧掉的文件 全部烧掉 证据之所以在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中如此重要 是因为法庭在审判进行中 将采用英美法系 而不是大陆法系的审判程序进行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判方式 大陆法系采取纠问制 以法官为中心 犯人一旦被提起诉讼 那么就基本确定他有罪 英美法系采取对质制 以证据为中心 犯人在最后定罪之前 首先假定他无罪 原告与被告就双方提出的证据 进行辩论 法官如果认为证据不合法 或不可信 可以当庭拒收 有没有证据 证据是不是有利 会不会被对方搏倒 这对英美法系的诉讼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为此 1946年3月到4月 向哲俊和邱绍衡频繁回国 前往过去的地震区和遭受过侵略 迫害的难民中 寻找人证与物证 到了南京之后了 我就到司法部 找刑事室的市长 在杨超龙 说我要调查这个大都市长 那么他捧了好多材料 档案好多 捧到外边来 找了一间房 就很多 那么很多 我当然来不及 看内容了 来不及 你怎么没办法看 那么 我这个区域的这个程序 要求要什么呢 我要配合法庭 邱绍衡 带着从中挑选出来的证据材料 赶回东京 而此时 济南派出强有力的盟军总部 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 前往中国协助取证 他自己也在向哲俊的陪同下 亲赴中国展开调查 济南还从国际检察局 特别划拨资金 给中国检察组 要求向哲俊在本国招募一批 熟悉法律 英语基础好的工作人员 前往东京增援 向哲俊回到上海 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骑士 一个名叫高文斌的东武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看到招聘广告 前往华茂饭店影视 第一次我在华茂饭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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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 这个乡先生 我印象是一个非常有礼貌 有学问 被人很和蔼的那样的人 一点没有 一些像过去一些国民党官僚一样的 那种官僚学习行 他一点没有 完成是实在的那种风路 所以我对他印象很好 向哲俊这一次 共录用了五个人 几天以后 高文斌接到江浙军的通知 要他们到华茂饭店集合 准备前往东京 和高文斌他们前往东京的情形不同 中国法官梅汝敖的行程备受关注 1946年3月20日 梅汝敖从上海飞往东京 当天的中国报纸报道了中国法官东京上任的消息 由各国选派的法官 此时正在陆续赶往东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各国派出的法官 给予了高规格的待遇 他们被安排住在当时东京最豪华的饭店 帝国饭店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待办公室和阳台的套间 配有高级轿车和专职司机 车上插着各自国家的国旗 美国第八军军长埃杰伯格和驻日盟军总司令迈卡瑟将军 分别设宴团带了中国法官梅汝敖和他的同事 让梅汝敖感到高兴的是 他到东京不久就遇到了过去的老友 教育部辞长兼中央大学校长顾玉秀 顾玉秀受政府之托 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 两人见面时 顾玉秀将一把宝剑赠给梅汝敖 梅汝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 梅汝敖说 红粉赠家人 宝剑赠壮士 可我既不是家人 也不是壮士 不敢当受之有亏 但顾玉秀正宗地说 以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 到这个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 天底下还要比这更壮观的吗 君不为壮士 谁为壮士 梅汝敖接过宝剑 把剑出鞘 看着寒光闪烁的剑锋说 中国的戏文里 常有这样的情景 若是手里拿了上方宝剑 就可以先斩后奏 但如今是法治时代 必须先审后斩 否则 我倒真要先斩他几个 才解我心头之恨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看点 国际检察局紧锣密鼓的感知起诉书 搜集证据 采入证人证点 他们为审判的程序和工作细节 进行了反复的磋商 为即将开始的审判 做好准备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 东京审判开庭日 也因为方方面面的缘故 一再向后延迟 盟军总部的国际检察局 压力非常大 他们不仅要搜集证据 审讯犯人 录取口供 还要从日本政府的档案中 查找可以作证的文件 采入证人证言 到了1946年春天 国际检察局对在押战犯的经历 职务和罪行 基本了解清楚 对战犯之间 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 也有了更多的掌握 此时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撰写起诉书 起诉书的中国部分 自然就落在向哲郡身上 但撰写起诉书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 控诉这些被告犯罪行为的时候 从什么时间算起呢 国际检察局内部 对此发生了严重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 要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 因为正是这一事件 才引发了 它对一系列亚洲国家的战争 另一种观点认为 应该从1937年 日本在卢沟桥 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作为起点 还有的观点认为 要从1931年 日军占领中国沈阳算起 中国检察官向德军 向国际检察局郑冲 提出了中国的起诉事件 以1928年 日本在中国制造 黄孤屯事件作为起点 为什么向德军 要把黄孤屯事件 发生的事件 作为控诉罪犯的起点呢 1927年夏天 奉起军阀张作林 在北京组成军政府 执掌政权 控制着山东 河北 平津和东北地区 张作林 曾经得到过 日本人的支持 日本人也希望 利用张作林的势力 进一步霸占东北 但他毕竟是中国人 对日本越来越过分的 种种侵略要求 他不是委婉拒绝 就是借故拖延 此时 驻扎在中国东北的 日本关东军 恼羞成怒 决意除掉张作林 就在张作林决定 从北京撤回关外 东北的时候 日本人觉得机会来了 就在1928年 6月4日早晨 日军在黄孤屯 炸死了张作林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 黄孤屯事件 日本在黄孤屯这个地方 把张作林被炸死了 大家一定不要低谷 炸死张作林这样的 他所包含的外交的 政治上的 国际关系上的含义 张作林是谁 张作林是当时的 中国政府 活法的中国政府 因为当时的南京政府 还没得到外交承认 国际社会承认的 北京政府的 实际上的国家元首 利用阴谋炸死 一个国家的元首 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 又是什么呢 向折军的主张 沾了上风 并最终被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首席检察官 济南接受 于是 1928年1月1日 就被正式确定为 对日本战犯 起诉的起始日 就在国际检察局 紧锣密鼓 赶至起诉书的时候 澳大利亚法官 魏伯来到东京 魏伯爵士 刚刚成为 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 大法官 三个月前 这个澳大利亚法官 被麦卡瑟任命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一本从未公开的法庭日记 六位清理当年审判的古希老人 十一个战胜国 通力合作 一场世纪审判 即将拉开大幕 桑中为谁而名 第二集 法庭风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有 美国法官克兰莫尔 中国法官梅如敖 英国法官帕特里克 苏联法官扎里亚诺夫 加拿大法官迈克杜格尔 法国法官伯奈尔 荷兰法官罗林 印度法官帕尔 新西兰法官诺斯克夫 菲律宾法官哈纳尼拉 法官们就审判的程序 和具体工作细则 进行了反复磋商 为即将开始的审判 做好准备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 大体上相处融洽 魏博甚至主动声明说 大家最好不要叫他爵士 那样显得太客气了 就叫老魏德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办公地点 和审判地点 设在东京新宿区市之谷 原日本陆军部大厦 日本人习惯的把这里叫做军部大厦 这里最早曾经是日本陆军学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军部大厦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神经中枢 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这里 用意十分明显 审判大厅是利用军部大厦的礼堂改建的 相当气派 在各国检察官和助手们的通力合作下 起诉书的撰写工作 终于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 起诉书最终确定了空28名日本被告 一天以后 起诉书被送到朝鸭监狱28名被告手中 朝鸭监狱里一呼寻常的寂静 28名日本战犯 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对他们的正式指控 白纸黑字 触目惊心 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 浮现在他们眼前 桑中就要敲响